原來我口中的言語,眾人的心懷意念,都在上主面前,突然難成心所言。 各位協和小學的校長、老師、家長、畢業生和未畢業的同學, 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劉文斌,早安。 今天是畢業主日,在我們當中也有很多我所提及的人在我們當中, 見證著我們今天的畢業生完成了一個階段。 我想引用剛才所讀的那段經文,特別是向我們今天的畢業生分享一個題目, 叫做生命一挑戰。 所以,很大部份都是跟我們小六的畢業生說的。 首先,要跟畢業生說的是,當你大入中學的時候, 你學習的形式跟小學很不同。 老師每天都會給一些資料,給一些課本的內容給你。 小學的時候,你會背了它。 背了你之後,考完試便可以了。 例如,大家都應該會背金句, 背完金句之後便會有禮物。 你便可以忘記那一節的禮句。 不過,上到中學, 上到中學,開始沒有禮物。 甚至,你不是很稀罕的禮物。 又或者,老師仍然給了很多資訊, 給了很多課本的內容給你。 不過,你不是聽的就算不算。 你開始要細心思量、分析, 建立自己的看法,甚至實踐。 就像今天所讀的經文一樣。 是需要細心思量、分析。 在聖經中記載過, 耶穌說過很多事情。 有時,耶穌所做的耶穌所說的, 是很容易明白的。 例如,耶穌經常會用一些 日常生活的很簡單的例子, 去講一些很深厚的道理。 例如,耶穌曾經用天上的飛鳥。 天上的飛鳥是不耕種, 亦不收缸。 不過,天父是會養活它。 來比喻我們不需要為我們的生活 去憂慮。 這些這麼簡單的道理。 不過,有時耶穌所說的, 會很艱辛, 不容易明白。 就像我們剛才所讀的那段經文一樣。 例如,你細心去思量的話, 你會沒有太多頭腦。 即是用我們的說法, 你拋了頭腦, 其實你不太明白耶穌所說的什麼。 是什麼呢? 我們知道耶穌是不斷呼召人去跟從他。 是嗎? 我們所認識的彼得、雅各、約翰, 都是耶穌呼召他的。 好了,當有人很主動, 要跟隨耶穌的時候, 耶穌竟然說, 狐狸有動, 天空非鳥有窩, 子是人子沒有整首的地方。 這句說話彷彿意味著, 喂,你跟著我嗎? 沒什麼好日子的, 沒地方住的。 當然,你可以理解, 因為耶穌很想跟隨他的人, 先想清楚。 這句說話也不要緊, 還是比較容易明白。 接著說, 有人主動要跟隨耶穌, 耶穌是轉過頭, 同國, 耶穌再叫人跟隨他。 剛才說,有人跟隨耶穌, 很遠轉地想清楚。 轉過頭, 又呼召人去跟隨他。 不過這個人, 他就說, 我要先埋葬我父親。 接著, 又呼召人去跟隨他。 那個人就說, 我要先跟家人辭別了。 意味著, 就是, 你家裡的父親, 你不需要埋葬。 你家裡的事, 你不需要跟別人交代。 你跟著我吧, 這樣。 不知道大家聽到之後, 經過你撕良過之後, 你會不會覺得, 耶穌所說的話令人很廢解呢? 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國家, 不同的種族的人。 家裡死了父親, 是應該去埋葬他。 雖然不一定風光大撞, 但起碼, 這是做子女的責任。 另一方面, 如果你要去軟行, 你應該先要向家人請辭。 這個做法是合情合理。 我們的老師, 我們的父母都會教我們, 不論你軟行, 甚至你出街, 你都應該向家人或老師交代清楚, 你去哪裡? 為什麼耶穌會說一些不合情理的說話? 在這個時候, 你就要細心去思量一下, 到底耶穌所說的話, 是什麼意思? 到底什麼是值得我們 超越一切合情合理的事呢? 大概三、四年前, 香港上映了一部被譽為世界經典的音樂劇, 叫做《孤星雷》, 大家有沒有看歌? 是的, 這部電影是改編自 法國作家雨果的小說《悲慘世界》, 故事是說男主角尚萬強, 是不是這樣翻譯? 他因為窮, 所以要偷人的麵包, 被判入獄長達十九年, 當上昂強出獄之後, 因為周衛仁認為他曾經犯過事, 而沒有慶請他工作, 甚至收留他, 後來上昂強去到一間教堂, 有一個很善心的牧師收留他, 這個牧師拿出原本招呼主教的鐵製餐具, 招呼上昂強吃了一餐, 令上昂強很感動, 不過在第二天的一組, 教堂裏面的牧師發覺那些銀器不見了, 這個時候, 上昂強被兩個警察捉住, 並且說上昂強偷了銀器, 而懷疑他是賊, 要求牧師去指證他, 大家看過了, 應該知道的結局就是, 這個牧師不單止沒有告發上昂強, 更加向警察說, 這些銀器是他送給上昂強, 並且邀請警察放走他, 上昂強因為這個牧師的決定, 這個對他額外的開恩, 他展開了人生的新的日頁, 他將銀器變賣, 改頭換性, 化身成為一個工廠的老闆和市長, 先後開始周制窮人, 甚至換了一些勞工, 我們都知道這個上昂強, 偷東西是不對的, 他應該接受懲罰, 接受懲罰是合情合理, 不過這個牧師在這個處境下, 超越了, 合情合理, 當然, 相信人是需要冒險, 不是每一個人都好像上昂強那樣, 受了別人的感化之後, 是會改變, 有時候可能變本加厲, 所以相信人是不一定有生人改變的, 不過, 我都不排除有改變的可能, 有一天, 很久了, 很久了, 我在街上, 突然之間, 有人叫我, 我轉頭一望, 有個英俊叫我, 哇, 宋仲基, 這麼英俊啊, 我一看到, 這麼英俊, 心跳加速, 不過臉要保持冷靜, 然後, 腦袋就想了, 為何會有一個這麼英俊的英俊呢, 然後想, 極都想不到, 我真的不認得他, 那我就很有禮貌地問他, 啊, 我怎麼認識你的, 我好像不認識你的, 原來這位英俊是我約過一年前, 是一間教會, 即是隔壁的中學的學生來的, 哇, 我認得你了, 這個學生呢, 在很多年前, 很頑皮的, 在學校經常犯規, 又會駁嘴, 有一年, 就參加教會搞的書籍活動, 又在搗亂, 但你又不可以不收他, 於是, 我們和工作人員一起去想, 如何去招呼這位學生, 我們現在派了人手, 去特意跟著他, 去招呼他, 暑期活動, 人手很緊張, 對吧? 不過後來, 我們都覺得, 我們這個安排呢, 是非常值得的, 記得有一天, 這個學生呢, 他不舒服, 他呢, 不可以繼續留下來, 在教會, 於是呢, 我們就打電話去他家人, 打電話給他媽媽, 要求他媽媽來, 接他走, 但他媽媽因為要工作, 不能走開, 我就說, 爸爸呢, 他爸爸不在了, 後來, 因為我們都擔心他的身體, 於是, 又派了一位人手, 去送他回家, 後來, 這個學生, 就很平安地回家, 這個工作人員, 回來, 跟我們回報, 他送他回家的過程, 原來這位學生, 他居住的地區, 是很複雜的, 住在很複雜的地區, 旁邊就是那些, 一樓一的單位, 有黃色招牌, 他只是住在, 這個單位裏面的, 其中一間房, 一眼都見了, 當我們知道, 這個學生, 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 都對這個學生, 多一份的體諒, 並且, 認為, 我們額外家庭人手, 我們超越和符合你的做法, 是值得, 是應該。 我們的同學, 我們的不育的同學, 將來, 你們都可能會遇到一些, 類似的情況, 你應該問, 什麼的情況下, 可以超越, 合情合理呢? 我答不了你, 因為我不知道, 將來會發生在你身上, 在什麼? 我們只可以, 祈求主, 讓我們有智慧, 去分辨, 什麼是合情合理, 什麼是可以超越, 合情合理, 除了對耶穌所說的話, 細心思量分析, 這些是頭腦上, 第二方面, 也都勉勵我們當中的同學, 是要用我們生活的經驗, 生活的經歷, 去體會耶穌所說的話, 我們今天所讀的經文, 上半部就是說, 耶穌想將要往耶路撒冷, 他先打法, 使者先走, 去到一個村莊, 叫做薩瑪尼亞村莊, 這個村莊的人, 就不接待耶穌, 耶穌的門徒, 雅各和約翰, 看到之後, 就說, 我要求主, 吩咐火, 從天上降下, 燒燃他們, 耶穌轉身, 去責備兩個門徒, 就說, 他們的心如何, 你們不知道, 人子來, 不是要毀滅人的性命, 而是要救人的性命, 這群薩瑪尼亞和猶太人, 很簡單來說, 在他們的歷史上, 是有些不和的, 今天, 他們本身已經互相不喜歡, 互相不喜歡, 今天還拒絕我們, 被人拒絕, 表達憤怒也是合情合理, 對嗎? 不過, 耶穌的反應, 是超越了, 合情合理, 甚至, 如果我們更深一層的, 超越了時空, 超越了歷史的恩怨, 對人表達, 對人的愛, 或者, 你會覺得, 耶穌愛人是好的, 他是上帝, 我不是, 有些人真的很壞, 你怎麼愛得過? 那怎麼辦呢? 中世紀有一個修道院, 這個修道院, 就住了十多位的修士, 這個修道院有一個習慣, 就是每天的早上都會有做會, 除了所有修士都必須參加組會之外, 亦都歡迎這個村民參加, 然後才開始一天的工作, 由於修道院的修士都很虔誠, 很虔誠, 於是就吸引了附近的居民, 每組都參加修道院的組會, 然後才工作, 由原初只有十多人的修士, 慢慢的人數就多了, 有十多人, 二十多人, 五十人, 甚至一百多人, 好了, 當每一天都有這麼多人來參加組會, 以前很簡單的組會, 所以就開始, 因為這麼多人, 所以就要變得不簡單, 因為應付這麼多人, 也要開始制度化, 要開始要輪, 修士, 如何可以做得更加好, 以前, 修士的眼中, 都是互相幫助, 彼此配得, 慢慢修士就覺得, 這麼多人來參加我們的組會, 是因為我, 是因為我, 是因為我唱詩唱得好, 讀經課讀得好, 分享信息分享得好, 以前, 互相照應, 慢慢就變得眼目, 只是見到自己, 見不到人, 好了, 大家都知道, 愛心可以散發出去, 虔誠都可以散發出去, 叫人感受得到, 我們的疾度, 懷疑, 憤怒, 亦都可以散發出去, 亦都會叫人感受得到, 來到參加組會的村民, 漸漸感覺到, 好像不太妥, 好像不太友善, 不太和諧, 甚至有一份, 增勁的氣氛, 於是從以前, 百多人的組會, 慢慢又開始疏落, 慢慢變回五十, 數十人, 甚至, 培養以前的光景, 剩下十幾個修士, 不過呢, 除了這十多人的修士之外, 還有一個, 伯伯, 依然風雨不改, 去參加組會, 這位老闆, 看見這個狀態, 有一天, 走到這個老闆的家, 去探望這位老闆, 跟這個老闆說, 真是謝謝你, 你依然每天風雨不改, 去參加我們的組會, 這位老闆就跟院長這樣說, 你知不知道為何, 我風雨不改, 來參加你的組會, 那院長說, 是甚麼原因, 老闆就跟院長說了一件事, 當院長一聽到之後, 拆了一條, 是甚麼呢, 就是, 買個關子, 那院長就馬上回收道院, 照了所有的修士, 跟修士這樣說, 他說, 我今天見到老闆, 老闆就跟我說了一件事, 是關乎我們每一個修士, 你們想不想知道, 那這群修士說, 當然想知道, 大家是不是很緊張, 老闆就說, 在你們這麼多修士當中, 我看到其中一個, 是耶穌, 嘩, 整群修士聽到之後, 就心想, 我今早跟那個修士喊過家, 我今早跟那個修士, 我今早跟那個修士, 我今早甚至読賣那個修士, 如果其中一個是耶穌, 我今早就死了, 那我就死了, 這件事之後, 整個修院的氣氛不同了, 原本互相增勁, 互相差異, 互相指責, 漸漸修院的氣氛開始和諧, 原本, 原本, 他覺得那個修士, 唱過酒飲, 不過, 慢慢開始發覺, 他寫字都很漂亮, 又見到那個修士, 他煲焦飯, 不過, 他對人很好, 從以前互相疾導, 互相猜忌, 漸漸修院, 就彼此傷害, 結果, 耶穌就真的淋在我們中間, 的確, 有些人在我們眼中, 很衰的, 煲焦飯的, 我講誰, 那個修士而已, 不用對我入座, 有些人真的很衰, 不過, 我們求主讓我們看到, 其實, 每一個人身上, 都有上帝的形象, 求主讓我們更多愛心, 去愛我們身邊的人, 這個呢, 我對今天, 特別是畢業班的同學, 一番的年齡, 這個是對我們生命, 更大的挑戰, 求上主誰過我們, 誠心所言。 為我們, 為我們打開收翻的, 第三頁, 我們同地站立, 我們, 同眾似圖, 順基,